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来为各位介绍宝山乡 双胞胎景 这是位于新竹县宝山乡 宝山村 丰桥地区 新湖路与宝山路 交叉处的水景 这宝山双胞胎景传奇 不少观光客 和求子新切的夫妻 都会来这里朝圣 通常都会带着小朋友 喜欢的羊肋多或糖果饼干 来这里供奉一下哦 村民在景旁边 还提有诗 每句诗的第一个字串联起来 就是宝山双胞胎景传奇 而在这双胞胎水景附近的宝山国小 前面有一个窑烤面包 这朴实柴肴 就在宝山国小的斜对面 整个店的感觉就像它的名字一样 简单而朴实 不起眼的小平房 门口只放着一块小黑板写着 柴肴面包 店内小小的空间是简约温馨的 乡村风加上复古风 在这里也提供下午茶时间 不过只有每周三五六日 下午一点到四点半哦 这里每一种面包都有固定的出炉时间哦 从早上十点到下午两点 总类有鲜奶吐司 牛奶法国 全麦葡萄面包 蔓越莓面包 核桃面包 酒量蓝莓面包 意大利水果面包 这里还有外送或者是宅配服务哦 今天宝山双胞胎景 以及菩石柴肴面包 就会各位介绍到这里 希望各位会喜欢 喜欢的朋友 别忘了帮我按赞及分享哦 新朋友可以在下方按下订阅 并开启小铃铛 感谢大家的收看 谢谢大家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